大家好 阿民日记又来了 讲述阿民在美国每一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我看到看阿民日记的朋友还是固定的有一些 有一些人见证了我这一路过来的心路历程 以及干这个干那个 如果我以后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 那这这一些日记将会成为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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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洞 今天去了一个很很远的地方开车差不多将近五五十分钟 那块那块地的房子很大差不多有三千多英尺 折算成平米的话大概三百个平米左右 这是建筑面积 它的地前面地后面地加一起大概有将近三acre 三英亩 那里是一个非常低密度的一个住宅区 每一户人家都有几英亩那么大 房东是一个美国白人 娶了一个中国女人 这个中国女人在美国 亚裔女性在美国是很吃香的 你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都很吃香 美国男人对这个亚裔女性非常有好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年轻漂亮的这个中国女孩子单身去办签证 基本都是秒据的原因啊 因为你一去 这肯定是赖着不走了啊 跟房东聊天 聊着聊着我就称赞他这个房子好 环境优雅舒服啊 大家就达成了这个叫一致嘛 是吧 是啊 这里环境好啊 我说是啊 你去超市不是一样的 这里去超市 你任何地方去超市 因为美国的超市它的不点是很密的啊 你开车过去也就几十分钟是不是 你在市里面开车过去也几十分钟 一样的红绿灯多嘛 一样的啊 而且在美国买东西不会天天买的啊 都是一买 就买个什么 五天一个礼拜的东西 一买就买一车是吧 没有什么不方便 完全很舒服这个房子买的非常好啊 他就说嗯 他说是是是啊 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我最后说了一句 我说这个生活才是正宗的美式生活 我以这句话结尾 他就说嗯 你是见过世面的人 那个大姐估计有 我估计她有五六十岁吧 她说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啊 其实不是不是什么见过世面 不见过世面的问题啊 是你对什么叫美式生活 懂不懂的问题啊 不懂的人来美国 美国是这样子的 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个高楼大厦 跟农村一样啊 是的 你不懂美国 你不懂美国 你还是回去吧 美国不适合你啊 真正的美式生活 就是这样 大宅 你要挤楼房 你要挤鸽子笼 你回去挤嘛 国内鸽子笼多的都卖不完 你多买几条鸽子笼 她也是住在这个Camel Valley 我说了在Stan Diego这个地方 两个华人 聚聚 聚聚区 一个是Camel Valley 一个是这个Poway Poway和Camel Valley 最多 华人最多啊 她说我实在是受不了Camel Valley 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了 太拥挤了 我不喜欢这样 你们不走 我走 好吧 她就花了一百万 才一百万而已啊 买了个这么大的房子 只是这么大房子 就他们两个人的话 有点小小无聊啊 应该多生几个才行啊 人稍微多一点才好 房子大嘛 房子小就无所谓 嗯 今天开车这么久啊 对我而言 有两个东西啊 非常具有 前期的铺垫意义啊 就是说 骑驶从这么远 开车将近五十分钟 上班也没什么 其实你开习惯了就好 你低 你每天上班是十分钟的 突然变成了五十分钟 你肯定不习惯啊 你肯定抱怨啊 但是如果你每天上班都是五十分钟的 就没什么了 习惯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它能让你 盲目掉啊 它的不利之处 就像在国内 你习惯了吃屎啊 屎就好吃了 很简单啊 你习惯了干什么啊 你就不知不觉 你就干什么了 所以呢 这个 今天开了五十分钟将近啊 其实不到啊 四十六分钟 后来呢 前面一个单行道啊 前面一个大车堵在那里 哎呀 它开不快 我也开不快 所以证明 在我那块地上 如果我搬过去住 来上班啊 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其实问题也不大 开习惯了就这样 没关系啊 所以这个论证了 是没问题的 第二啊 他也住在非常 这个就是很偏的地方啊 那附近几乎就人烟很稀少啊 出来就是什么草莓园啊 什么一些这些牧场啊 什么的 环境非常好 在那里住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用害怕啊 我老婆总的害怕 所以我老是选择这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荒芜人烟的地方啊 我说这才是生活啊 这才是生活的最好状态啊 不要挤在那个公寓房里面 左铃左铃 右手都是邻居 其实其实你看他们也不熟 你又不说话啊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人 你需要人气啊 需要人气就回国去啊 国内人气很旺啊 哇好多人啊 七大姑八大姨啊 东家长李家短啊 好多人啊 那就是中式生活啊 美式生活就是人稀稀 人呢 稀稀落落啊 中国是人稀稀攘攘 美国是人 美国是人稀稀落落 就那么几个 大家又 和睦铃友好 非常的和谐 在国内经常看见美国什么 凶杀啊 打劫什么的 其实美国相当的安宁 氛围相当好啊 整个一个 就是和谐社会 所以呢 今天去那里上班啊 不是上班 今天去那里干活 嗯 好好感受一番啊 畅想了一番 假想了一番啊 我那块地怎么建设 嗯 其实我 我还是要 等我这个 这几天把律师的身份 把律师的这个事情 搞完啊 马上下个月还录考 把录考事情搞完 把这两天重要的事情搞完 嗯 我还是要把那块地的建设 嗯 提上日 提上日程啊 嗯 人呢 还是要朝着理想奋斗啊 每一天才过得有激情啊 不然的话把理想搁一边去了 每天跟行事走肉一般呢 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好了 嗯 嗯 好像没什么了 嗯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